国内在12月22号出现本土病例的确诊个案之后 新庄丹凤国小副社幼儿园举办了一场迷你疯年纪的活动 那么参加的活动的这个大小朋友都戴上口罩 校方更是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对进入会场表演的幼童 做好量测耳温及喷洒酒精的动作 通过宣导要让小朋友知道戴上口罩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别人 针对国内在12月22号出现本土病例的确诊个案之后 新庄丹凤国小副社幼儿园在举办的这场迷你疯年纪活动当中 大小朋友都戴上口罩 校方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对进入会场表演的小朋友进行耳温测量 以及在他们的小手上喷洒酒精消毒 一定要全面做好这项防疫功课 在欢乐之旅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别人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除了要求娃娃们都全程戴口罩之外 我们所有参加的来宾贵宾跟访客也都要求 务必做到我们量体温戴口罩跟手部清洁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很重要哦 校方透过加强宣导让小朋友都知道戴上口罩的重要性 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戴口罩保护别人保护自己 因为学校是学童密集的地方 而且容易发生呼吸道传染病群聚感染的场所 所以校方强调有关最基本的防疫措施 人要告知师生们要落实勤洗手 大家谨慎严防才能够保护幼儿园的小朋友远离感染的威胁 健康来上课 记者黄又贤新装报导